主婦 没想到呢 他来了之后 新加坡之后呢 竟然发现 热爱本地的美食 而显得成为了一名 本地的美食导流 我不喜欢 一遍你问我 我不喜欢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但咬的 不是在我的DNA 对不起 对不起 当然 星期六下午 现年四十三岁的卡尼 一如往常 带着女儿来到 著名的主角巴沙 熟食中心用餐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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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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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尼是以色列人,九年前跟随从事科技工作的丈夫移居到新加坡后,主角巴刹就成了他最长到的地方。 而当年他之所以决定在这里住下也跟这座巴刹有关。 为食物做出移居的决心,或许对很多人来说不可思议。 但对爱吃的卡尼而言,这是一次认真的决定。 每次上巴刹或小贩中心,卡尼都会向小贩们请教各种问题。 几年下来,他语懂得不少。 所以我认为客人,我认为客人,我认为食物,我认为食物。 我认为食物,可以做食物。 我认为食物,我认为食物,我认为食物,我认为食物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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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认为食物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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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认为 所以今天我住在新加坡,这是我的家。 我会温暖地在这里。 所以你喜欢什么? 新加坡的文化,还是布置石鼠卡? 我叫布置石鼠卡! 在来新加坡之前,卡尼曾在以色列的军营和报社工作。 虽然热爱美食却从来没有从事过相关的任何职业。 没想到来到新加坡之后,竟然为她开启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。 来到新加坡的第五年,卡尼创办了一家叫做Work at Road的旅游公司。 主办的导览团,以介绍新加坡美食为主。 我没有来到新加坡的商业, 但是Work at Road,我叫做我的第四季, 这一家叫做Work at Road的旅游公司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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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尼的导览团提供超过二十多种路线, 带游客穿街走向城市各种本地美食。 而每个盘口都是卡尼亲自品尝过才介绍的。 虽然做生意面对各种挑战, 不过每当卡尼看到游客脸上满足的笑容, 他就觉得一切辛苦是值得的。 我必须给你一张照片。 所以,他们有这些甜甜的东西, 我喜欢它。 当卡尼看到食物, 她都在关于食物, 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些人, 所以我认为这一场旅游公司。 卡尼的公司开业五年来, 接待了将近一万多名外国旅客, 这让她引以为傲。 我计划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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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, I'm terrible. I said I'm a big donkey. 好了,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晨光第一线 明天,晨光第一线,我们再见